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解读的是 转念、发现和感知生命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这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 也是一个让人浮躁的时代 几乎所有的人都习惯于站在自己的位置思考和回应外见 比如孩子们应该更尊重我 老板应该给我升职加薪等等 事实上,这些想法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而非真诚地面对事实 因为事实和你想的正好相反 孩子们根本不尊重你 老板本来就没打算让你升职加薪 一旦你意识到了这一点 你就会放下所有的执念 重新变得平静 怎样才能始终保持这种心态呢 今天的转念会告诉你如何改变自己的想法 让自己的世界充满幸福 这本书的作者拜伦凯蒂 是享誉全球的心灵导师 一念之传的创始人 有一段时间 他因为各种各样的烦恼 而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甚至一度想过自杀 然而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恍然大悟 原来是自己的念头 使他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之中 一旦这些念头被摒弃 所有的矛盾和恐惧 都会烟消云散 整个世界都变得焕然一新 这就是转念理论 它影响了成百上千万追求心灵成长的人们 洛杉矶时报称 一念之转是消除烦恼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他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如法语 意大利语 德语 西班牙语 他自己也是这个时代的精神革新者 最有启发性的导师 介绍完本书 及作者简介 下面我将围绕 如何正确 对待自己这一思想 来解读本书的四大要点 第一 掌握练习念头的方法 巧妙地化解压力 第二 不要盲目追求别人的认可 要学会正确地对待别人 第三 爱而不是交易 学会爱自己所爱的人 第四 从源头上缓解压力 学会爱自己 首先看第一个要点 掌握念头 练习巧妙地化解压力 佛教中有一句名言 烦恼是由心生的 所以现代人压力大的 主要原因是 思想控制不住 总是被欲望束缚着 当我们工作累了 就会想 如果能回到家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那该有多舒服 简直就像是天堂一样 当我们真的躺在沙发上 看电视的时候 我们的思绪又回到了从前 最好是能吃点零食 喝点啤酒 当我们再一次 满足欲望的时候 就会产生新的想法 总觉得缺少了什么 当你想到缺点什么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最初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当你的注意力 从已经拥有的东西 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 它就会从不安转移到 对事物的执着和贪婪 你刚刚获得的满足感 已经荡然无存 原本是想要舒适的 结果却让它很不舒服 回顾整个过程 我们会发现 当这个想法不存在的时候 你就在天堂里 当这个想法出现时 我们又回到了 无止境的贪欲地狱 大多数人 都在忙着提高生活质量 却没有注意到 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 我们已经走出了天堂 无论何时何地 总会有一种 现在还没有得到的感觉 这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 如何从地狱回到天堂 作者提出了一种 让你直面真实存在的 现实问题的方法 首先 你要明白 你所感受到的只是情绪 而非思想 当某事时 你感到不快 或心烦意乱的时候 你要注意那些想法 并用简短的文字 把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 写下来 比如 他不给我回电话 那就是当我把这个想法 写在他心里的时候 我就会扪心自问 这是真的吗 这个想法 是否符合你内心的想法 不管是对是错 还是不清楚 这都是一个不错的答案 下一步 你要认真地想一想 当你坚定地相信 这个想法时 你是如何生活的 以及它给你带来的后果 是与爱人更亲近 还是产生隔阂 伤心 失落 沮丧等等 在这个阶段 你要尽可能地准确 和具体地回答 在回答了这些问题后 再退一步 问问自己 当这个念头消失时 你如何生活 学会不太偏见地看待 自己的处境 因为这样 你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让自己冷静下来 你会发现 事情很可能 完全不是你想的那样 当你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你会冷静下来 开始怀疑自己的想法 反过来看你以前的想法 直到你找到了 最深刻的反转 比如说 它心里没有我 那就是我心里没有它 当你受到伤害时 你可能会对它冷淡或发脾气 完全不顾及它的感受 通过这种颠倒的视角 你可以更准确地找到 最初的想法 从而获得自由 回过头来看这个过程 你会发现 一种过程 一种是流出时间反省自己 通过逆向思考 来实现三思的过程 掌握了 转念的基本技巧 就要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与他人相处最为频繁 交际行为 对你的许多烦恼和压力 都有很大的影响 下面再看第二点 不要盲目追求别人的认可 要学会正确地和别人相处 其实 除了欲望带来的压力之外 还有巨大的利益压力 在利他世界里 只有别人才是真正的自我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似乎习以为常地 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 绝大多数人 都会在很小的时候 就把大部分的精力 都放在了对别人的爱 认可和欣赏上 我们总是试着用不同的方式 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讨好别人 给别人留下好印象 从而赢得别人的好感 在生活中 他祈求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能够给他更多的关爱 希望在工作中 以成绩换取领导的满意与嘉奖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想要在对方的心里 留下一个好印象 就好像这一切 都是为了他们而存在的一样 更不幸的是 每个人潜意识里 都认为生活本来就应该如此 所以 你要学会注意你的想法 去寻求别人的认可 然后你会发现 你的行为 会受到这个想法的支配 第一个表现 就是假装对别人感兴趣 微笑是必不可少的 还要记住孩子们 甚至宠物的名字 把他们的生日 记在日记里 给他们寄生日卡片 假装赞同他们的观点等等 实际上 这根本算不上友善 只不过是为了让对方 按照你的意愿行事 而假装的兴趣罢了 这是一种销售手段 但是如果是友情或者爱情的话 那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个表现是 使自己更受欢迎 取悦他人是人的本能 这种本能总是驱使你 时刻关注成功的征兆 这样的生活方式 会给你带来压力 比如 很多人都会选择 改变自己的外貌 尝试各种服装 发型 瘦身 走路姿势 微笑 说话 表达观点等等 不幸的是 当你把注意力 集中到别人身上时 你根本没有时间 去关注自己 从而切断了 自我满足的源头 另一种表现 就是圆滑事故 所谓圆滑事故 就是别人做错了事 你却装作看不见 比如 一个同事 想要在你面前 炫耀自己的人脉 结果说错了 一个名人的名字 而你却装作不知道 有时候 圆滑只是不想得罪人 所以 很多人在社交场合 都会有一种 身不由己的感觉 另一种 圆滑事故的表现 是假装 比方说 有人因为 觉得别人也感兴趣 所以就滔滔不绝地 谈论着执行政治 另一人 虽然对这个话题 不感兴趣 但还是装出一副 很感兴趣的样子 其实 两人都很难受 他知道该怎么做 生怕转移话题 得罪了对方 两人一边说着话 一边用眼角的余光 寻找着脱身的机会 何必费尽心机去装呢 这是因为他们 从未质疑过 彼此的信仰 也没有达到 相应的程度 实际上 你可以用念头 练习来确认 你是否需要 别人的认可 首先 你可以问问自己 你希望听到什么 然后写出你希望听到的 那些认可你的话 比如领导 对你工作能力的评价 儿子说 你是个好妈妈等等 下一步 读一读你写过的东西 问自己 是否同意他们的观点 假如你赞同领导 或儿子的话 想象一下 当你已经得到 领导或儿子的认可时 你会有什么感受 再想一想 你是否已经变成了努力 害怕因为别人 不认可你而过着虚伪的生活 相信你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思维反转的结果 也会告诉你真相 要知道 不管你是假装的 还是狡猾的 都不可能 用这样的方式 得到他们的爱 原因就是你抛弃了 真实的自我 在费尽心机 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时 亲手搭起了牢笼 把自己变成了 可悲的囚徒 在别人眼里 爱人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爱人是终身伴侣 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下一步 我们要看第三点 爱不做交易 学会爱自己喜欢的人 一直以来 我们对爱情 有两种基本的误解 一种是通过控制对方 来获得爱 另一种 是从别人那里 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结婚后的伴侣 总是希望对方 能给他很大的安全感 如果满足不了 他就会暴跳如雷 生活中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女方总是努力满足 对方的愿望 假装把对方的愿望 当成自己的愿望 不过他也知道 自己为了讨好他 而牺牲快乐 不是真的想这么做 而是为了得到他的爱 然而 一旦做不好一件事 他就会大发雷霆 这个时候 女人对我的怨恨 就会浮出水面 认为 你一直在骗我 你已经变了 不再是当初 嫁给我的那个人 这种想法的实质是 如果我对你有所帮助 你就会欠我一个人情 如果我给了你爱 那么你最好用爱 或者其他等价物 来报答我 如果你执迷不悟 那么 你一定会折磨你自己 折磨你身边的人 如果你怀疑你爱我 那就按照我的想法去做 你会找到答案的 对于这个想法 很多人都是从记事起 就相信的 孩子们认为 孩子们应该玩 自己喜欢的游戏 如果对方不喜欢 他们就会吵起来 结果 双方一怒之下 跑到大人面前抱怨 说我不要这样的朋友 既然是朋友 那就听我的 这是父母教给他的 已经根深蒂固了 当孩子又小又听话时 父母会夸奖他 当他调皮捣蛋时 父母会责骂他 惩罚他 既然 父母们坚信 顺从就是爱的体现 那就更不可能去质疑了 长大后 这些从未被质疑过的信念 使我们开始追求爱与认可 我们完全不知道要问自己 想从爱中得到什么 完全不知道 原来原来可以单纯地去爱 可以直接了当地说出 自己想要的 不必瞻前顾后 心事重重 一旦陷入类似情况 就能运用念头 练习法来寻找最终正确的答案 首先 你要问问自己 如果你爱我 那么 你会按照我的意愿去做 对吧 这似乎是对的 然后再扪心自问 你能完全肯定这是真的吗 如何实施呢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接下来 我们要问问自己 如果你相信了这个想法 你会有什么反应 然后你就会想起 自己平时的所作所为 比如经常装出一副 受了委屈的样子 提出各种要求 想要得到我的爱 就必须满足我的要求 如果他不按照他说的去做 他就会在心里默默地数着那些证据 证明他不爱他 也不珍惜他 回答完这个问题 再考虑下一个问题 这时候 你就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 理解对方为什么不这么做 而且 如果找不到原因 他就会光明正大的去问 而不会认为这是针对他的 他会很平静 很开心 答案已经很接近了 如果你再往前走一步 你就会发现 如果你不爱我 你就会按照我的意愿去做 你就会注意到你对我的爱 然后继续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你会感激他的存在 并且更爱自己 最后 这个想法变成了 如果你爱我 那么你就会做你想做的事情 然后在生活中找出视力 证明对方没有 按照你说的去做 从而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这时你就会发现 你们两个的观点是一致的 而且当你需要时 你会给予他所需要的理解与支持 因为这也是你想要的 所以答案很明显 通过这个念头练习 你将会发现 需要正确的思想 来维护夫妻之间的感情 首先要有真诚的交流 当你的内心 没有隐藏的意图的时候 直接了当地说出 你的要求是很容易的 当他意识到 不管他同意与否 你都不会介意 那将是一种 前所未有的亲切感 要做到这种真诚的交流 首先要从自己做起 无论别人怎么回答 你都要真诚地表达 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要知道 虚伪的 yes在他看来是不存在的 人们总是会提出很多要求 当你发现 你的真实答案是不实 告诉对方 你仍然爱着他们 这样交流起来 就容易多了 这时 不是你的部分答案 另一部分 则是对你的爱的坦白 不 我害怕拒绝你 想给你一些支持 但现在 我的回答是 不 不但要学会说不 还要学会提出要求 如果你不能很好地 跟别人交流 那么 你的生活可能会缺少爱 或者不被理解 事实上 如果你直接了当地 说出你想要的东西 那么 整个世界就会改变 关键是要把爱和需要分开 直接了当地说 因为别人猜不透你在想什么 但是 你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即使你开口要东西 别人也未必会满足你 有时候 就算你想要什么 他们也不愿意 这时候 你可以向别人要更多的东西 那就是你自己 你想让他对你更坦诚 更多地跟你说话 而不是唠叨 但是反过来 你会这样要求自己吗 其实啊 爱才是你真正想要的 即便如此 你是否曾想过 用其他东西来换取爱 比方说 如果你觉得你的另一半 对你心不在焉 甚至不爱你 那么你就会突然有一种冲动 想要给他买一件礼物 或者为他做点什么 事实上 通过念头练习 你会发现 自己正试图用礼物 来交换他的注意力 当你改变这个想法的时候 看看你是否还想给他买礼物 因为你能分辨出你的行为 是爱还是交易 当你送人礼物 是出于爱 同时 你也得到了快乐 虽然想要得到别人的爱 想要得到别人的爱 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但是只要你用一颗真诚的心去质疑那些 还没有被考验过的想法 你会发现 你所追求的东西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回顾一下 分别在别人 和爱人身上做过的思想练习 你总会发现压力 来自于你自己的想法 而外界的人不会 也不能怪你 今天我们要讲的第四点重点 释放压力 学会爱自己 要找到压力的源头 首先要找到那些 让你感到羞耻的 爱自己的障碍 平日里 他们会守口如瓶 甚至会竭尽全力地 掩饰自己的自尊 但他们的内心深处 却总是在想着 自己是多么的糟糕 做了多么不可饶恕的事情 如果你选择 把他们隐藏一辈子 那么你将不会获得自由 其实 生命是属于自己的 真不该 只为谁而活 活着首先要对得起自己 要爱自己 同样也要通过念修来获得 首先就是勇敢地 面对那些 令你感到羞耻的事 运用念头练习法 先用短语把事情写下来 然后列出 所有相关的想法 逐一练习 扪心自问 这是真的吗 有没有搞错 当你相信这个想法的时候 你会有怎样的反应 当思想不存在的时候 你怎么办 然后再反过来 当你质疑并反转最隐秘的秘密时 你会发现所有你认为的想法 并不一定都是真的 此时此刻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没有人能比得上我 我现在的体重 我的身高 我的出身 既然你只能是当下 你别无选择 你只能选择做你自己 去探索与你有关的观点和想法 直到你看到自己在许多方面都很完美 甚至超过了完美 如果你真的想要自由 别人的批评就是你的恩赐 如果你对任何批评感到难过 哪怕是一丁点想为自己辩解的冲动 那就说明 你有什么地方不能接受自己 这些都是你想要得到的对方的爱和理解 不管别人说什么 只要你感到紧张和不安 那就是你自己 当你感到紧张不安时 他会提醒你 是时候去质疑自己的想法了 所以当别人批评你不够好 不够友善 不够体贴的时候 你要仔细体会这种感觉 深刻地体会 然后用念头练习来扭转 你会发现 刻意地隐藏自己 导致了你和他人的分离 比如 如果你的朋友告诉你 你不听 你可能会认为他是冤枉了我 现在开始质疑这个想法 是不是真的 他是不是冤枉了你 当你认为他是冤枉你时 你会觉得很委屈 再也听不下去了 如果没有这种想法 你可能会更认真地听他说话 最后 如果你觉得他冤枉了你 那就是你冤枉了他 当你不再把精力 花在寻求别人的认可上时 你可以张开双臂 主动接受批评 而不必急于反驳或辩解 只有放下戒备 坦诚相待 才能让自己变得谦卑 变得谦卑不亢 再也不会有任何的非议 学会原谅别人 即使有时 伤害你的人是别人 因为当你不能原谅别人的时候 你就无法原谅自己 让自己陷入痛苦之中 无法自拔 好了 今天的事情就到这里吧 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要分享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内容是掌握练习念头的方法 巧妙地化解压力念头 练习主要分为两大部分 首先要问问你自己 是否真的如此 确定这是真的吗 当这个念头不存在时 它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当他问清楚这些问题后 他就可以反过来证明自己了 第二 不要盲目追求别人的认可 要学会正确地对待别人 大多数人都习惯于 假装自己来获得别人的认可 假装对别人感兴趣 使自己看起来更讨人喜欢 并且表现得圆滑世故 当你运用念头练习的方法分析时 你会发现 你抛弃了真实的自我 在费尽心机 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时 亲手建造了一座牢笼 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可怜的囚徒 开诚不公是对的 和别人相处的方式 第三 爱而不是交易 要学会如何去爱自己所爱的人 很多人对爱情有两种基本的误解 一种是通过控制对方获得爱 另一种是从别人那里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通过念头练习 你会发现 这些未经质疑的想法 会使婚姻产生矛盾 解决矛盾的方法是 真诚地交流 直接了当地说出自己想要的 停止用交易来换取爱情 学会用真心去对待对方 第四 从源头上缓解压力 学会爱自己 所有的压力都来自于你自己 你只能做现在的你 你别无选择 只能做你自己 当你不再去追求别人的认可时 你会变得不卑不亢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伤害到你